Odio Jungle 1941年6月22日,上万门火炮,在东线近4000千米长的战线齐声发难,图着铁十字的德国飞机与坦克无形地冲入了苏联的国土。 对于苏联人来说,战争就这么突然的爆发了,为国战争爆发前,苏军乃是东欧第一军事强国,在航空业方面可以说是巨无霸一般的存在,两万架飞机,而留存在国土西部的大约有近一万架航空器。 然而,直上谈兵毕竟是直上谈兵,苏军的这些庞大数字中充实了各种老旧的飞机,而且在经历了大清洗和指挥机构调整的双层压力下。 原先在西班牙、中国、芬兰的作战经验基本上给忘了个一干二净。 他们的对手,德国空军在原先的征服之陆下先后雨波、英、法等国的空军交手。 飞行员的素质比那些临上场的毛泽菜鸟飞行员强得多了战争爆发的第一天里苏军的大部分战斗机都被炸毁在了地面上,虽说有少数幸运而勇敢的升空作战,但还是不敌黑压压的一片铁石自乌云。 而这种失败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半年的溃败与重整。 1941年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被炸毁于苏军机场的军用飞机,而其中大部分都是已经落伍的1到16型战斗机,甚至还有老旧的双翼战斗机。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卫国战争的前六个月里,苏联空军蒙受了惊人的战损。 而在苏联军队中,个人的生命并不被砍中,也无法容忍投降二字。 所以在这种令人绝望的战局之下,苏联的宣传机器开始大肆宣扬。 在战争中,频频使用了一种战术,驾驶飞机与敌人同归于尽。 经过了包装后的这些飞行员都会被称暂时为保卫祖国而付出最后一滴血。 当然,宣传固然是宣传,红军飞行员所爆发出来的勇气,却是无庸置疑的。 根据了解,在整个卫国战争时期,苏联航空兵部队总共实施了近600次空中撞击。 而其中最厉害的撞击战术牛人,叫毕爱科夫赞尚尉,他是一名拥有28个战果的王牌飞行员。 至少有次次撞击战术成功。 1922年,科夫赞出生于罗斯特夫地区的一个矿工家庭。 39年参加红军以后,他选择进入奥德萨军事航空学校深造。 在卫国战争期间,他起飞360架次,击落了28架敌机。 最奇特的经历无疑是他的空中撞击记录。 在1941年10月29日驾驶米格三型战斗机,在莫斯科上空警戒时候,突然遭到4架德国BF109-110型战斗机的围攻。 在反杀了一架109以后,他迅速脱离了战场,而他在返航的途中,突然遭遇了一架GU88战斗机的拦截。 此时的科夫赞毫不慌张地选择机动,并巧妙地绕到了敌军机副位置。 不灵活的GU88想要机动却束手无策。 科夫赞此时按住了机枪按钮,想要在取得一个战果时突然发现,没弹药了。 此时的科夫赞决定,撞落这架德机,他把油门一下推到了底,加速冲了上去,硬是把这架GU88撞了下去。 敌军机组不得不选择跳伞逃生,而科夫赞的米格也失去了控制,不得不采取紧急降落的方式,才保住了性命。 这是他的第一次尝试。 科夫赞尚未1922年4月7日到1985年8月31日2014年,俄罗斯政府官方发行的一款科夫赞尚未的纪念邮票,图中的他正驾驶着一架飞机迎面撞向来袭的109。 当然,撞击战术这种战法,并不像日本的神风特工队那样有组织,有规模化,更多的体现出一种苏联军人的勇气和血性。 科夫赞尚未一共成功实施了四次撞击战术,但在第四次撞击成功后,在6000米的高空,没能及时完全打开降落伞,掉进了沼泽地。 但命大的科夫赞竟然只是摔断了左腿,手臂与几个肋骨,他的右眼也在先前的撞击中,被一发敌机子打击中失明。 就在这样的逆境下,科夫赞尚未仍然选择继续飞行,并在战争结束前又取得了另外6架敌机的战果。 真的可以说是命运,翱翔于长空之上的黑色死神,一二二强击击,随着战争不断的深入,苏联空军用血的代价,换来了宝贵的战术经验与人员素质,终于成功的在1944年底杀入了德国本土。 而昔日素质优越的德国空军在1945年3月,也绝望地组建了所谓的伊北河特工队,其目的就是撞落苏联飞机。 本文为助累地域原创作品,主、边缘阔、援助卡尔克,任何媒体或者公众号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为者将追究法律责任,更多精彩一战,二战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助累地域,Zilla1941。